好 经典赛12号中华队要对战古巴 只要击败古巴队 中华队就能够顺利晋级前进东京 因此有不少球迷今天也纷纷 外带了古巴三明治要吃爆 让店家忙成一团 而经典啦啦队女孩也开吃 盐烤带骨牛和鲑鱼味增汤 希望为前进东京讨个好彩头 电话声响个不停 老板根本没空可以接 因为店内店外满满全都是人 柜台桌上的订单排到已经放不下 大家全部都是要来买古巴三明治 因为今天要打古巴 所以我们就是一早就要先来吃古巴三明治 然后为中华队加油 等下进场观看 所以来这边买古巴三明治 男连胜就是拿下今天这场 然后前往东京 球迷大口咬下古巴三明治 象征打赢古巴迎接三连胜 店里头坐无虚席 等外带的起码都要等一个小时以上 另外厨师也专门替球员们加菜 准备了盐烤带骨牛 还有餐饮业者特地准备了排骨便当 也深受球迷欢迎 经典拉拉的女孩也大口喝下鲑鱼味增汤 希望能够讨个前进东京好彩头 为了替中华队加油 彰化的肉丸和矿肉饭业者也没闲着 前一天中华队以9比5拿下荷兰队 彰化宪府广场前兑现的鸡品文 400份的肉圆和红茶600份的矿肉饭 也发放给现场支持中华队的民众 300碗控肉饭 然后400份在县补广场 然后400份在西湖镇工作 彰化肉圆业者有信心只要在赢古巴 一样赢一分就送100颗肉圆继续送 但矿肉饭业者吃不消 说连两场已经送出了1100碗的控肉饭 只能忠心祝福中华队大赢古巴 解台中章话综合报道